儘管内地疫情仍有零星散点爆发 但在科学防疫措施精准落实 以及各类促消费举措的推动下 不少旅游相关股近期占见回涌 不过 本港中之旅游股的香港中旅 0308 近期走势却仍见低迷 内地与香港一直未能免检疫通关 成为股价未能发为的主要原因 随着内地和香港的隔离管控时间调整 对近年深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业 相信依然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中旅近期股价亦以至高位回落 可考虑趁低部署收集 业绩方面 中旅去年因有房地产销售收入 及完成出售旅行社业务产生的收益 令其业绩得以规短仍赚1.74亿元 内于集团今年缺乏特殊收益来源 在疫情仍然影响主营业务下 预计业绩表现上难记厚望 内地于6月下旬修订了新冠病毒防控方案 将密切接触者 和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 由原本的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加7天居家健康监察 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加3天居家健康监察 至于香港则由上周五 12日起 从海外地区或中国台湾抵港人士 以3加4模式进行检疫 憧憬内地调整隔离医学观察天数 中铝于6月中曾展开过一波不逐的升浪 游低位的1.43元 反复升至7月28日高位的1.72元 此预阻 方案正式落实后 多估过去一段时间 已完全没去早前的胀幅 值得一提的事 香港采取3加4模式进行检疫 外地来港的游客已明显增多 官府中旅近日主要在1.41元至1.48元的区间内上落 市场沽压似渐见收敛 该股现时市涨率紧0.46倍 相比不少内地同业明显被低估 可后股价整顾其部署收集 博反弹目标为上月高位阻力的1.72元 为失手横行区底部支持的1.41元 美团3690作收180.9元 升1.01元 为少数逆市做好的权重科网股 若继续看好美团后市表现 可留意美团国军扣轮14124 14124作收0.091元 其于今年12月15日最后买卖 行使价225.2元 兑换率为0.01 现时日价29.52% 人身波幅53.17% 实际杠杠5.88倍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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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